好的 现在我们要准备好我们的材料了啊 首先我们需要的是一支铅笔 我们今天要画一个很可爱的儿童画的小松鼠 现在也应该有一张白纸啊 好的 首先呢我们先画一个圆形当作小松鼠的脑袋啊 在画面上觉得合适的位置 因为我们不要画太靠边 因为一会儿我想把小松鼠的尾巴画在这边 所以我把头画在左侧 那我把它的头稍微画大一点 这样看起来小松鼠会比较可爱 我画一个大一点的圆 这个呢是要当它的头的 画一个圆 接下来呢在这个圆形的下方啊 要小松鼠的胸口 那我画一个小一点的圆 比这个头呢稍微的要小一些 直直直的在下面啊 好弄一个圆形啊 一会儿要画它的胸口 再画一个圆形 这是小松鼠的大腿和和它的身体的一部分啊 所以我们把它画得稍微的 所以我们把它画得稍微的跟头差不多的啊 画一个圆 现在有点像Olof是不是 有点像一个雪人啊 头身体和它的头胸口和它的身体 Olof也是三个 现在很有点像准备跳舞的Olof啊 好 但是呢我们今天画的是小松鼠来 我们把这个位置给它画成一个直线 这是小松鼠的脚啊 脚是直着的 然后从头底下呢 画一个曲线 你看这个曲线要连到中间的这个位置 再连到后面 注意这个曲线是 要圆滑一点啊 把它给连住 现在呢我要把这个脚画成一个像这样的形状啊 小松鼠的脚给它夹上一个脚趾头 然后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稍微画出去一点 让它是小松鼠的腿 是不是啊 小松鼠的腿啊 像一个半个Sami Ovo 它是一个Sami Ovo 半个椭圆形 好 这点是不是有一点迷糊了啊 这个椭圆形啊 怎么样呢 半个椭圆形 要从圆的中间画出去 画到外面 连回来 不要出去的太远啊 它跟它这个胸口比呢 就比胸口稍微出去一点点就可以了 好 我稍微等一下下架 因为这个位置可能会有一点点难画啊 这脚呢 把脏成一个长的三角形啊 你看我要把这边连上的话 它就像一个长长的三角形 对不对 头和下面的这个圆是差不多大 中间呢 夹着一个小圆 让它们呢 有一个曲线这样 弧度弯过去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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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没有画完吗 看到一个 凯文七岁 凯文现在这个头画得很好很圆 胸口这个也很圆 这个就变成椭圆了啊 下面的这个被上面的圆给压扁了 你不让它压扁画得饱满一点 要不然小松鼠的身体就感觉太小了啊 这里要画得更圆一点 那么腿呢 这个小爪子也太瘦弱了啊 这个C要稍微的大一点 所以根本原因还是这个稍微小了一点 把这个圆画大就会更好了 好的 Bella的非常好 Jacob的很好 Judy的很好 好的 那我要继续咯 因为有一些同学已经画得非常好了 好的 我们继续了 刚才老师画到了说 这是头 这是胸口 这个圆呢 要当它一部分的身体 然后我们把一个曲线连上 这是小松鼠的后背 是不是啊 用曲线把它给连上 我看到好几个小朋友画得非常的棒啊 那么我们有一个半个椭圆 画的是鼓起来的大腿 一个长的三角形呢 是它的脚 嗯 好的 现在我要继续了 现在我要画这个小松鼠的头呢 稍微扭过来侧一点 看着我们啊 所以我先在这中间画了一个曲线 那这个曲线呢 就是中轴线啊 是小松鼠 因为它也是长的脸左右对称 那么我画一个中轴线给它 一个曲线啊 画好了之后呢 我在它脸上 画一个ovo 嗯 画的稍微小一点啊 啊 这是它的mouse area 好 大家看到我现在画了两个ovo啊 画好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在它这个ovo旁边呢 再画 鼓出来的 脸蛋啊 这边也画 鼓出来的脸蛋 我希望这个小松鼠看起来可爱 所以我给它画一个 choppy face 是不是 胖乎乎的脸 这个位置用曲线给它连上 大圆和这个椭圆中间用曲线给它连上 好的 现在我要给小松鼠画耳朵了 小松鼠的耳朵呢 因为我们先画它是稍微扭过头一点哈 它的耳朵大概在这样两个位置 一个在左边 一个在右边哈 画的时候呢 我让小松鼠的耳朵稍微的朝后一点 这边 发生这样的形状 用曲线画的三角形是吧 为什么我这边画三条线 这边画两条线呢 因为小松鼠的耳朵呢 就像其他的小兔子小猫咪一样 它也是外面有一个鼓出来的弧形的哈 然后里边呢 这里面有一些毛啊 还有耳洞啊 从这里才能听见生物 就跟我们的耳朵一样 有正面和反面 有两个面 现在我擦掉了一点点的线 这个线呢 小松鼠的耳朵和头连起来了 另外一边的这个线我不擦 因为它在头转过去的另外一边 团形画好了之后呢 我现在要画它的眼睛 我画一个竖起来的 拖圆形来当它的眼睛啊 我这边也画一个竖起来的拖圆形 来当它的眼睛 我感觉我感觉我这个眼睛好像还可以画得更大一点 更可爱啊 我想把它画得更大一点 好 改的时候两个一块改 让它高度一样哈 改好了之后我让我的小松鼠呢 往画面的 哪里看我就把它的眼睛画哪里 比如说我现在把它的眼睛往这儿画 感觉小松鼠是往这边看 是不是 那我想让小松鼠往中间看 我就把它的眼睛画在这儿 大家可以想一想 你想让小松鼠的眼睛看哪里 画好了之后吧 我们就要在这个位置 我们椭圆形最高的这个位置 要画一个什么呀 要画小松鼠的鼻子了 小松鼠的鼻子我们给它画成一个 upside down的triangle 但是要圆一点哈 不是尖的triangle 用曲线来给它画 upside down triangle 画好了之后呢 从triangle下面的这个尖 往外画曲线 一个两个 我觉得 嗯 嗯 这样 然后呢 我们给它画上 小松鼠有 有牙齿是不是 小松鼠有个尖尖的小牙齿 我们画上这 然后呢这些辅助线我们就不要了 松鼠头上的这条线也不要了 脸压着头的针线 要擦掉一部分 好 现在我该画胸口了 我先画一个直线 把它斜着画过来 然后啊 小松鼠的胸口是毛茸茸的 我给它夹上ZigZag 松鼠的小爪子 我打算画它的小爪子咯 小爪子从 圆形的这个部分啊 我们说它是 它的胸口啊 它的 如果是它的胸口的话 它的胳膊应该从它肩膀的位置画出来 那么肩膀就大概在这个位置啊 所以我们上下哥给它留一点位置 这样 那么我们也可以先画成直线啊 一二 这是它的胳膊的曲度 然后呢 它的小爪子是干嘛呢 我们可以想一想啊 比如说 比如说 我想让我的这个小松鼠 捧着一个 捧着一个小 小坚果 好 我就把这个刚才我画的 标识它动作的线呢 旁边给它画上两条线 是胳膊 那它的胳膊还要挡住一部分的胸口 好 把胸口擦掉了 这个圆形擦掉 这个 腿里边的 这个大圆 擦掉 好 我想让小松鼠更可爱呢 我让它的这个 这个地方 我画一座小毛 耳朵 头上 给它一会儿画上几根小毛 那我小松鼠的眼睛 我也改一下 我让小松鼠的眼睛 看着自己的手啊 看着自己在干嘛 要专心啊 眼睛看着自己的手 往下看 这边是这么快的 这样子 我让你一会儿画上的 小松鼠的眼睛 就像一点 一样的 那边是这样子吗 我让你这么快的 这边是这样子 我让你再来 这边都是这样子 这边是这样子 这小手可能大家觉得会有一点点难 今天呢我们不大 不展开来讲 这个手怎么画 就是简单的把它画成一个 像字母C一样 这边有一个小的拐弯 那这边是它的手 捧着一个什么呢 我们一会儿捧着一颗瓜子好不好 好 现在我们画了一边的手 那它另外一边还有一只手 是吧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瓜子给画出来吧 哇 小松鼠手里面捧了一个向日葵 Sunflower的瓜子 Sunflower的瓜子上面会有一些线 好 另外一边呢也是小手捧着 所以这边能看见几个手指头 画三个小的椭圆形 然后呢连到身体上 然后呢 我画它另外一边还有一只脚 是吧 这只脚呢 在旁边蹲着呢 小松鼠 蹲坐在地上准备吃瓜子 现在我们小松鼠还差一个 什么没有画呀 一条蓬松的大尾巴 对不对 你看老师留了好大的位置来画它的尾巴 是吧 尾巴从哪儿画出来呢 从这个位置啊 不要太低啊 从它的背上 先画一个小小小的像钩一样 小小的像钩一样 看 为什么呀 它尾巴是顺着它画出来 所以要画一个小钩 好 然后呢 顺着画 它有一条蓬松大尾巴 大 这边呢 这个画出来 也可以从这边画 从上往下会比较顺手啊 画一个大尾巴 蓬松松松的 如果是六岁以下的小朋友画到这一步 基本上就可以开始描线 开始涂颜色了哈 可以自己加上你喜欢的 比如说它有没有眼睫毛呀 加上漂亮的眼睫毛 你的小松鼠旁边背景是什么呀 你可以再加上背景哈 那么六岁以上的小朋友呢 跟我一起把这个小松鼠的身体上画得更毛茸茸一点啊 来 大家跟我一起 首先呢 我们画它的脸 把它画的毛茸茸是怎么做到的呢 就是要给它加上ZIG ZAG啊 你看 好是吧 下面的 围着刚才的线 先画了ZIG ZAG 这样的话呢 它的脸就毛茸茸茸了 是不是 同样的方法我们把右边画一下来 ZIG ZAG 好的 好 这个尾巴也是啊 在这个边上 前面可以这个尖大一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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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可以把它画的毛绒绒了 如果愿意呢 你还可以给它加上眉毛 是不是小松鼠 你人画一点给它加上眉毛 不加也没关系啊 看你自己了 好 现在小松鼠的形状 我基本上画完了 大家可以想一想 你小松鼠是在哪啊 旁边有什么呀 是不是 我们经常看到的小松鼠是什么颜色的 黑色和棕色是不是 老师家附近看见的小松鼠 大部分都是黑色和棕色 但是我看到有的小朋友家拍的照片是 橘色的小松鼠 红色的Squirrel Red Squirrel也挺好看的哈 好 描线的时候呢 你要注意擦过的线 就不要再描了哈 毛绒绒 有小朋友可能会说为什么老师画毛绒只画了脸 旁边和尾巴上胸口上其他地方为什么不画毛绒绒呢 因为如果毛很短的位置 那我们就不需要给他画的特别毛绒绒了是吧 只有他长毛的位置 我们才需要把他给画的毛绒绒绒的 他作为小松鼠来说他最长毛就在他的尾巴上是吧 脸上呢我们是想让他可爱一点 耳朵里面也可以给他加上一点毛绒绒哈 这就是一样 我们可以带我一孙 这么一个 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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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的手指头可以划成三条线 这边的手指头划成三个小拓圆 把瓜子挡在里面 挡到的部分就不用trace了 对不对 小松鼠的尾巴可以是在身体的侧面 因为我们今天画的是小松鼠的身体 稍微侧过来一点 我还可以在这个膝盖上稍微的加一点 小松鼠的脚 小松鼠的尾巴可以是在身体的身体 好嗎? 好嗎? 好大 检查一下是不是所有的线都已经描完了 那么给他的眼睛里面留一个highlight 然后让他眼睛闪闪发光 现在我准备要涂颜色之前呢 我一般都会拿橡皮 把我刚才铅笔的线擦一擦 这样能够让我的画面比较干净 这样能够的线做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先拿出来了白颜色 我想让我的小松鼠的毛是有一点点变化的 所以我先拿白颜色 把它的尾巴尖顺着尾巴生长的方向涂一下 然后呢拿橘色 你看当我的橘色碰上白颜色的时候 我的橘色就变浅了是不是 我把纸巾折成一个三角形 这个前面我们都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这么大纸巾折成一个相对来说小一点的 这样我们让它擦一下我们的这个颜色 好 因为你来一遍 那是什么的超约应该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把这个松出尾巴给涂均匀 小心一点 尽量不要涂出去啊 先把边仔细的涂一涂 把我们的纸巾拿出来擦一擦 好 好 大尾巴基本上就涂好了 也可以用手指揉一下啊 然后还有哪里需要一点点白呢 我们需要让这个小松鼠的胸口啊 胸口啊 肚皮让它稍微白一点 肚皮今天挡住了 所以我们只在胸口这儿涂一点 它要哪儿呀 小松鼠的鼻子两边稍微涂一点 让它颜色稍微浅一浅 小松鼠的牙齿 要不然一会儿万一不小心涂上去 就变成大黄牙了 是吧 所以我们先给它拿白衣服涂上保护一下 嗯 还有眼睛 是不是 眼睛也稍微涂一下 现在我开始画小松鼠的耳朵啊 耳朵 外面也是橘色的 涂到边慢一点 涂到里面稍微快一点 画小松鼠的头 就会让它 jur出了 一声 哎 这是 这个 最 Start 感觉 这 慢一点涂 松鼠的鼻子上面 两边我们刚才涂了一点点白 是吧 你看下一涂就感觉它浅一些 这边 小心不要涂到牙上啊 在脸侧面 现在给它涂身上啊 其实是一样的 涂到胸口这里要小心 稍微的擦一擦 让这个毛和胸口的毛的颜色 把颜色稍微的融合一点哈 然后胳膊 小爪子 另外三个手指头 远处的胳膊 背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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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涂到边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 好 涂到这儿 我的小松鼠的颜色基本上涂完了 小松鼠的耳朵里面 现在我的是白颜色的 我打算给它涂成一个 peach 那小松鼠的耳朵里面有可能是 因为光线照不到呢 它可能会深一点 加一点点浅棕 给它化成毛毛 剩下还可以拿浅棕色来给它的小鼻头涂一下 鼻子化成一个浅棕色 你看吗 那瓜子呢 给它涂成一个 什么颜色呢 瓜子涂成一个 其实瓜子是浅黄色是吧 这也浅的黄色 看看彩色铅皮里面有没有这么浅的黄 这个颜色挺好 把瓜子也涂一下 好的 现在我们可以自己设计小松鼠的背景啊 小松鼠在干什么呀 旁边有什么呀 它是在草地上呢 还是在树上呢 它如果在草地上的话 它旁边有花吗 它如果在树上的话 那它是在什么树上呢 是有叶子的树呢 还是有松针的松树呢 吃一棵樱桃树嘛 旁边有没有红红的果子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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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好 大家的小松鼠也都画好了吗 你们已经开始构思它的背景了吗 开始想画了什么样的背景 给你可爱的小松鼠了吗 好 我先不画我的背景 我想给你们留时间来自己想象者 画你们喜欢的小松鼠的背景 好吗 想一想 好 现在可以把爸妈妈叫来 把你们涂好颜色的小松鼠先发照片拍照片发给我看看了啊 我记得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 凯文发给我了 非常好 小松鼠的鼻子尖可以涂上颜色啊 毛绒绒可能还需要再练习一下 尤其是这个毛绒绒和胳膊的关系 放在下面是不是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这个胳膊呢肯定是在胸口的毛的前面 是不是 所以胳膊肯定会挡着胸口的毛 那么呢 当我们描线的时候呀 我们就要把这个位置给忽略掉 把胳膊画的盖着后面 是不是 好 凯文七岁 好能够感觉到这个毛绒绒的这个部分 还需要老师的帮助啊 那么老师是有精品小班课的啊 就是那么一个班上 人数是有限制在几个人 那么老师会一直能够控制住这几个小朋友话的程度 会更频繁的来检查我们的进度 所以如果 如果有这个需要可以跟三二老师联系啊 精品小班课老师会把这个进度讲的更仔细一点 这个Kara嘛 Kara四岁 把颜色涂得非常的漂亮啊 粉红色的身体 黄色的耳朵啊 你这个小松鼠太可爱了 旁边还有太阳还有草地还有花啊 那现在天空的颜色还没有图 小小松鼠还跟这个草地有一点点分开啊 可以画的更仔细一点啊 把背景和颜色画的更漂亮 花只有一个黄颜色的 那有没有别的颜色了呢 好 Jacob啊 Jacob的小松鼠把嘴巴都张开了 准备吃这个瓜子了啊 树我们之前也 之前我们也教过 怎么画树 那么我觉得树是不是可以画的更好看一点 树怎么分叉呀 上面有没有更多的叶子呀 可以画的更好一点啊 包括这个我们不要的线 这个我们要擦掉的线 可以擦一擦再涂颜色 Amy的这个形状不错 这个尾巴的zigzag都要朝上 看啊 所有的尖尖都要朝上 还有谁对这个毛绒 尾巴上的毛绒绒 让它都要顺着往上啊 那脸上的呢 可以让它往下 胸口的让它往下 啊 耳朵 靠近我们的这个可以稍微大一点 离我们远的就可以稍微小一点 现在画反了 离我们远的反而大了 哦 它的嘴巴是灰颜色的 脖子上带了项链吗 嗯 头上带了一朵花 还不错 身上的毛的感觉画得不错 Sophia 好 朱底的非常好啊 朱底的非常好 但下一次涂颜色的时候呢 嗯 更注意一点 不要把这个画面蹭脏 就更好了 一会背景的时候 可以在这里画深一点 把它给盖一盖 其他都非常棒 好 目前是这么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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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好的宝贝们认真画啊 老师现在在等着看你们拍好的照片呢 好的我这儿有一个安妮画的非常好啊 很好看形状很好 如果能描线画一下的话 下一次涂颜色之前先描个线的话啊 形状就会更清楚是不是 现在铅笔描的线就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整体的形状都非常的好 颜色也很漂亮 挺好的 现在可以安妮可以给他按可以给他加上背景了 好的 我现在能看见Zoom Classroom里有一些小朋友在非常认真的画画啊 Bella就画得很认真 生泽画得很认真 Sabrina你有认真画吗 嗯 Jocelyn认真画画 嗯 西西你好 认真画啊 Jocelyn现在很棒 Sabrina画得很认真 Sabrina画得很认真 Osport也画得很认真啊 很棒 现在看着年龄很小 嗯 Judy也在认真的画 是不是 好 好的宝贝们认真的画啊 不管我们是在YouTube直播间在看老实话的啊 因为YouTube会画面更清楚 Zoom的应该画面不是太清楚 嗯 大家现在已经到了你们发挥你们的创造力的时刻了 你们把它设计的特别美好不好 旁边的背景有什么呀 想一想 把它画漂亮 嗯 嗯 早点Jasmine 都在认真的画画了 棒棒的啊 好 你们画好的形状就可以发上来 小松鼠颜色涂好了 就可以发上来给我看一下 いい点 我妈的这样子 这点就是 对 我来自画的小松鼠颂色 大家可以看到 的 我来自画的小松鼠颈 因为是 我们家里正弘的小松鼠颗 他 我来自画的小松鼠领 我们在这里 好了 现在呢老师要开始画了 我在我想把我的这个小松鼠画的 它是在哪里呢 让我想一想啊 嗯 画它在草地上吧 画草地的时候呢 我会用不同的绿颜色来画这个草地啊 我先用浅绿色 画一些 画草地的时候呢 我让它从下到上 让这个草长长啊 这边 右边 我像画它在 一片草地上 那草地上呢 可能会有什么呀 除了这个瓜子 还有别的瓜子 谁那么好呀 给它扔了好多瓜子吃 是不是 我再给它画一个瓜子 到处都有 花多几个 花好了之后呢 用刚才拿着的那瓜子 同样的颜色 我用的是一个 天黄色 让它涂上颜色 我画了三颗瓜子之后呢 我在它的旁边 再画上更多的草 然后再画一颗瓜子 画的时候小心一点啊 尤其是画到瓜子和这个小松鼠的时候 注意这个颜色 不要把后眉搞脏 如果你很担心手会把画面给蹭的话 你可以拿一张纸巾啊 或者是一张白纸垫在你的手底下 刚才老师留了时间给大家 让大家来 一个是把小松鼠画完 另外一个呢是可以自己 给你的小松鼠添加上漂亮的颜色 这个礼拜的公开课呢 老师准备的内容比较简单 这是因为老师还剪了一个视频 是用彩色铅笔画小狗 那个难度稍微大一些 那么可能更适合年龄大一些的小朋友 所以今天的内容就稍微简单一点 所以大家有时间的话呢 欢迎大家去YouTube Cera Art Studio频道去看看老师画的画 那么也可以跟着老师的画画的视频 来学一学画一画啊 实际上喜欢什么呀 这里也会是这个视频 好 明天 子 你 快 我 感谢观看 你看我画草的时候都同一个方向来画 如果我突然横着画几笔的话 我的草还漂亮不漂亮了 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是吧 就感觉乱了 所以你看我们画草的时候 保持住一个方向 那么就算我中间留的有白颜色的空隙呢 也不会觉得特别不好看 是吧 小心仔细的把这个颜色给涂好 大家去看老师的Sara Art Studio 在YouTube上频道的时候呢 可以给老师一个订阅 订阅就是Subscribe 就在视频的下面啊 那么给老师订阅 然后有一个小铃铛 你把那小铃铛加上之后 那么老师如果有新的视频更新的话呢 YouTube就会提醒你了 就会发邮件给你 所以这样就不会错过视频了 老师现在已经有40多条视频 在Sara Art Studio这个频道 所以包括公开课在内啊 大家如果以前有错过的公开课 因为老师每周六基本上都有公开课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看一看一看 感谢观看 好 老师的背景选择的是最简单的 那么不知道屏幕前的你们画的是什么样的 画好了就可以把照片拍了 发给老师看看啊 老师会给您讲评 好 老师的背景选择 好 老师的背景选择 你看我画草的时候呢 它其实是有一点点方向不一样的 你看这里的方向是斜着的 那这里又往这边 但是没有关系呀 这个线条呢是慢慢转过去 就好像线条有流动性啊 就像樊高画的星空啊 像是葵啊 樊高画之所以会这么受大家喜欢呢 就是因为它的画有很强烈的流动性 感觉这个笔触就在有很强的活力啊 在画面里面就给人感觉它是有张力的 是吧 你看老师今天画的 这边的线是这样 稍微的让它有 感觉它在草地里面 还有三颗小瓜子在旁边 好了 我的小松鼠画完了 好 哦 Amy的小松鼠的形状不错啊 Amy的小松鼠形状不错 那么它在树洞里吗 老师一点看不出来啊 这都是Amy的 哦 有一个 Jacob画了一个Rainbow给它当这个白白 小松鼠感觉跳起来了啊 Faulting in the air 嗯 好的 好 这有一个 嗯 很好 很可爱哦 胖乎乎的小松鼠 旁边的背景再画一画就更好了 嗯 Kevin也跟我一样画了这个背景 那你的草有一点点长了啊 你看老师是用短线 一点一点来画啊 千万不要着急 短线 每一个线都很短的 跟这个小松鼠的脚差不多一样长啊 短线来画 嗯 好的 还有谁画完了吗 可以发上来看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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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泽还没有涂颜色呢 他拿到了一个像是葵 好可爱哦 好的 继续涂颜色就更好了 好吗生泽 你画的很好 好的 不着急 刚开始上颜色 不着急的 花花就是这样 慢慢画 不着急 你得能画的好 好吗 我会有什么事 好吗 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现在就在等着大家画好了 我可以给大家讲评一下哈 下面画完呢也不要着急慢慢画 好Jasmine画的小松鼠 站在一个红颜色的树上 然后爬在树上在吃瓜子呢 下面还有草原处还有太阳 特别棒 天空再给个颜色就更好看了啊 Jasmine 很棒的 然后画好了就叫爸爸妈拍一个照片 发给老师啊 嗯 嗯 嗯 这个好可爱啊 老师刚看见啊 刚才老师给那个 Jasmine剪屏的时候 这个视频发过来了 老师没有 旁边有个非常可爱的树屋 树屋有一个圆圆的黄色的小门 上面还有窗户 还有树叶 太可爱了 天上还有蓝色的云 小松鼠的颜色很好 好地化的也不错啊 那下一次如果有这样的叠加关系呢 尽量让小松鼠呢 比这个树低一点啊 那么会看起来更更真实 现在的感觉就是小松鼠呢 是从位置观起来看 感觉这个树离我们更近 但是小松鼠的尾巴又挡住了树 所以看起来就有一点 有一点让人难以理解 它是怎么实现的 所以下一次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你可以把树画的矮一点 让它在小松鼠的身体的位置后面一点 那就更好了啊 这个是很好看的 非常棒 还有谁画完了吗 就是有什么意思的 能不能尽量 有什么意思的 看起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看到大家都在认真的话 老师特别开心 如果觉得哪里难 没有听明白 今天这个课程正好简单 老师现在也有时间 那么如果觉得哪里难 没有听明白 那可以跟家长说 然后让家长把问题 在微信群里面给我打出来 那么我再讲一下也是可以的 好 现在我们又有两个 画完了 老师看一下 哇 有acorn是不是 这acorn是什么呢 是小松鼠正爬在这个树上 这个acorn是 是灯吗 下面是有花 再下面是草 这一块老师不太能明白 这个尖尖啊 这个线条指的是什么 需要 需要 Quintus Quintus给我讲一讲啊 那小松鼠画的还是不错的 这个小手捂着一个什么 旁边有瓜子 好的 还是挺不错的啊 小松鼠的形状挺好的 下面的设计也可以 画面上如果有不喜欢的东西 你看怎么办呢 就是一个是铅笔画的时候 可以把它给擦掉 再一个是如果擦不掉 那可以看看是不是 用别的方法 把它给盖住啊 或者是 当然不是用手盖住啊 是画一点什么盖 你看 老师刚才有一点点颜色 在这儿 我拿手一弄的时候 把它给画了一条线在这儿 那么当我把草给它画在这儿 这条线就不是那么明显了 是吧 嗯 这是一种方法 好 我看到Bella画完了 我看看 哇 Bella今天画的小松鼠好可爱呀 非常好 很可爱 毛茸茸的感觉画的也不错 挺好的 蓝天绿草 腿棒 形状比例也挺好的 好 这是N9岁 给这儿画了一个栏杆 它在一个平台上 远处有草 非常好 这除了说那个描描 现在它的形状更清楚 那么它可能用的是蜡笔 所以着色稍微差一点 蜡笔或者彩色铅笔 感觉这个着色差一点 那整体还是不错的 对 散很好 qu 鸡笔 坡 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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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完了发给老师 老师能给你讲评哦 我看见卢森娜也在画呢 非常好 好我看到了 小松鼠站在一个树枝上 白云太阳 绿草地画得很好 我看到了 这是卢森娜还是弟弟 好的 画得很棒 老师看到了 还有十分钟时间画完了拍照给老师老师可以现在给讲评一下啊 我看见卢森娜也在画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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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哇这个画的很仔细啊 还画了小松鼠蹦过来的小脚印 好可爱哟 然后还给它画了acorn 是不是 还有瓜子 还有旁边的小花 天上的太阳 远处的云都非常的好 因为草稍微画的潦草了一点 但是没关系 不影响整体的效果 很好很可爱 非常棒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还有谁画完了吗 可以发上来 注意颜色 涂在形状里面 比如草的颜色 尽量就不要涂在 那个小松鼠的身体上 除非你刚开始画的时候 就有意识的 想让草在它的身体上的话 那你就把它给留出来 那个位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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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画完小朋友不要招 不要着急慢慢画画面是最重要的 画的开心一点不要着急 好的double画了一个小松鼠 在草丛里面拿到了瓜子非常好 草丛的感觉画的很好 挺不错的小松鼠的形状也不错 比例也都合适 那么唯一就是这个腿的位置 你看我们这条腿是刚开始我们画圆 然后在这里加了一个C 后面的远处的这条水是在之前这个位置 在往后画的在往边上画的 看得出来这个double呢是之前画了这个 然后又在这儿画了就等于说 它的身体要扭过来更多了感觉哈 要扭过来更多了 所以呢就感觉这里有一点点脱节 包括这个身体的这个曲线也会有一点点别扭 所以说啊 下去之后如果有时间再把我们的这个视频 老师讲腿的这个位置再看一边啊 看看这个腿它是往左边加的 不是往右边加的啊 这里搞错了一点点 其他的都挺好 小松鼠的比例都好的 嗯 七岁那很不错 嗯 double这个七岁画的画面很工整 草处里的幽济老道挺好的啊 这个小松鼠也是两个黑脚印在这儿哈 嗯 就是受了刚才那个小朋友的启发 也画了两个小脚印 老师在地上不能是白的呀 宝贝 这样如果是白白的感觉是要下雪了啊 这个小松鼠是雪天跑出来了吗 所以把雪小印都变成这样了 是下大雪了吗 嗯 别的都好 颜色涂得也好看 小松鼠的形状也不错 圆树有三棵松树 一个太阳 天还有颜色渐变 非常好看啊 天是浅蓝到深蓝的颜色才渐变 很好 这个是朱底八岁挺好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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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最后三分钟啊 宝贝们 但是不要着急 我们下课时间是还有三分钟 但是下完课你还可以接着画 画完了发在群里面就好了 好吗 哇这是这个好玩 这个是感觉是树上掉下了 那个acorn 然后这旁边还有速度线啊 然后小松鼠赶快扭头看 哇这边掉下来了一个松果 身体要扭过来 画面很有动感 下面的颜色也好看 远处再给它涂上一个颜色就更好了啊 这个是Elena是不是 Elena八岁 是吧 挺好看的 挺有意思 旁边可以给它画一些绿色的树 树的感觉哈 上面给它画一个远处的有树 树干注意不要超过这个线 让它发生远处的感觉啊 非常好 老师希望看到这样的话啊 就是有惊喜了 希望你们对你的画有一个自己的设计 加上你喜欢的东西在里头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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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加油哦 好了 现在到我们的下课时间了 宝贝们 非常感谢你们跟我一起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我们一起画画啊 那么也希望你们在接下来的这个周末都过得开心 有时间呢 记得去看看Sara老师的Sara Art Studio频道 那么看到老师的那些视频 有你喜欢的呢 请给老师点一个赞 有什么想跟老师说的 也可以在视频下面给老师留言 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 如果你们希望在课堂上有跟老师有更多的互动呢 可以来加入Sara老师的精品小班课 就可以跟Sara老师在微信里面直接联系就好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咯 宝贝们再见 拜拜